好 继续来关心花莲市 明里路上一名男子卧倒在路边 那么花莲分局同仁获报之后 发现男子全身是散发了浓厚的酒气 那么依法对其实施了酒侧 不料男子疑似酒精后情绪失控 突然徒手攻击远警的头部 锁进远警以及及时的挡阁 并且立即给予逮捕控制 全案是依照妨害公务以及公共危险罪 是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深夜里几名远警拿手电筒盘问一名男子 没想到他身上传来浓浓酒味 这一侧酒侧指警高达0.83 帮我打电话 这是谁 我妈妈 男子一开口就要找妈妈说手机被停化 要远警帮他打电话 看起来神志不清但态度却异常坚持 就是要现在打 男子与远警为了抠妈妈僵持不下 下秒冲突一触即发 听到不能打电话 男子理智线断掉出拳攻击远警十几秒 旁边同仁赶紧上前 联手把他压制在地 事情发生在3号凌晨3点 花莲市明里路口 一名男骑士正在等红灯 动作却歪歪扭扭 果然倒向一旁机车 远警获报到场 只见20岁徐姓男子就醉躺在路边 酒测值超标 原本安分的他听到不能打电话 竟然朝远警头部攻击 被涉嫌公共危险与妨害公罪引送侦办 2月3日凌晨近30许 花莲市明里路上 一名男子倒卧路边 所以依法对其实施酒测 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 至酒后情绪失控 突然徒手攻击本分局同仁头部 所幸同仁及时隔档兵力局予以逮捕控制 半夜黄藤下渡河道部醒人 是还要妈妈来胜后出拳欧警 这样调整公权力最终不过 让自己最佳一等界 谢谢周常的学生经坏报道 哇 祝手